所以你第一次 就算是失敗了嗎 對 你知道的是什麼 你又哭 我都會大哭 因為我陪他經歷過一次 已經就覺得 這個很是人受的一個痛苦 雪安取食一顆卵拼飾管 失敗爆哭 王家良心疼 不是人受的痛苦 那天就手術完就 真的很痛 然後我這邊就好脹 那個就很像 驚奇的十倍痛 他那天送我回去之後 他想說 我在房間休息了 他可以去洗個車這樣 就沒想到 因為他剛好他家的狗狗也在我們家 就不小心他就吐了 吐在沙發上 然後我就一邊撐著腰 然後這樣一直在清 然後好痛苦 然後就開始要哭了 我說你現在趕快給我回來 我現在好痛苦 我說你不要在我最痛苦的時候這樣 然後就劈啪一直罵 然後他馬上說對不起 到了晚上之後 他煮完雞湯給我喝 喝完我就一直哭 我說對不起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變這樣 我就跟他道歉 對啊 然後他就趕快抱著我哭 子維恩和王家良 去年十一月等計結婚 今年三月做試管因而失敗 AMH執政城女性 大約落在六到七 四十歲的她透露自己 只剩下二 第一次他要打的時候 我還拍影片 我說要打 然後我兩個打 他就這樣 然後我兩個這樣圍棋超久 我說你到底要不要打 我說你知道我好害怕 然後他就打下去 我說 那沒感覺啊 一點感覺就沒有 打個針 我們又再洗一次早 就流汗很緊張 你第一次取了幾顆是嗎 十一顆 從十一顆 然後我們去 真的跟金子結合是成了 變八顆嘛 八顆以後我們再去做檢驗 變五顆 所以五顆 掉再去篩選的時候 就沒有 就都被淘汰掉 所以我們連就還沒有 真的放到那個指控裡面 就是在篩選就已經被篩選掉了 你知道的時候 我崩潰大哭 我是有給自己幾次的機會 我的擴答就是想說三次差不多 因為就是那個前前後後的那個心情 不太大 算是你進幾年 最失落 最 我想這是四十年 不知道四十年 我也希望其實在 日十到四十一的時候趕快生 因為我是擔心我自己的體力 因為可以 當然 你真的要順其自然也是可以 只是不知道順其自然會到 比如說五六年之後 可是 我怕我的體力已經沒有 辦法去帶小孩了 我覺得最終還是會取決於 維恩他自己的想法 我其實沒有強制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透過這個方式 做到有小孩 因為我陪他經歷過一次 已經就覺得 這個很是人受的一個痛